翻開報紙等待交易開盤 新的一天不少投資人又準備進股海大顯身手 我覺得台灣的金融股的價值真的是被低估了 十幾塊的一堆 但是他們的EPS拿出來都是一塊多 鏡頭前這位俐落短髮用手機看盤 39歲李志勇是股市文人阿土博的小兒子 哪裡做不好的地方 稍微改進一下這樣子 那是每天晚上會做的工作 那意見不同的時候講到不講話也有 從小跟在父親身旁耳濡目染 人生低檔股票2007年 用32塊敲進圓房 38到39塊區間售出 出生之毒卻慘被捲淨08年的金融海嘯 銀建股很好嘛 因為它的遺症稅要減到10% 銀建股火蹦亂跳 我每天就是漲停 那漲停怎麼辦 就追啊 追不到什麼 融資啊 然後呢 然後它突如其來就跌停跌停跌停 半年產賠百萬 學費沒白教 有過慘痛經驗 李志勇選擇保守投資 股市債券各50% 大概長線的會佔到七成 題材會佔到兩成 那真的有一些比較投機的 看到那個資金這樣往上衝的 就會用一成的資金下去試一下 但是這一成我絕對不報場 對照父親阿土伯的投資座右迷 貧與貪只有一點之間 李志勇也送給新手投資人八字口訣 不喜不卑不貪不懼 站穩腳步才能在股市中走更長遠 東森才能訓練成本楊昭 台北報導